京华风云录 卷一 北京宰相 作者 京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六章 江青求助州副主席 江青依上海女人的习惯 称丈夫为老板 毛泽东对于这一称谓 倒也欣欣然 曾经当着卫士的面笑问 我是你的老板 还是共产党的老板 江青带着女儿李勒随毛泽东从陕北来到河北省西柏坡村之后 开始受到毛泽东的呵斥 甚至痛骂 革命一天天走向胜利 毛泽东的脾气也一天天增大 江青心里明白 与毛同居已十年 毛对自己的那股新鲜劲早过去了 日久生厌 越来越看不上眼了 老板看得上谁 心里放不下谁 不是那个即将从苏联回国的神经病女人贺子珍 而是周副主席的心肝宝贝 肝女儿孙为氏那浑身骚得出水的小妖精 周恩来夫妇却是江青唯一可以投诉的人 每次江青眼泪寒寒 饱受委屈的来 诉说老板如何喜怒无常 如何横蛮暴躁 如何当着卫士保姆的面 骂得他狗血淋头 只差没有动手打人了 江青说 老板好几次对他仰起了巴掌 虽说最后落在了桌子上 椅背上 但他蒙受的羞辱 眼泪难以洗尽 没想到他追求革命 追求妇女解放 还是落到了头号大男人主义手上 云云 周恩来夫妇那时把江青当小妹子 总是尽力劝导他 宽解他 中央让你担任了主席的生活秘书呢 管理主席的衣食住行呢 是党给你的重任 对你的信任 你要注意主席的喜怒哀乐 主席是诗人气质 考虑党务军务大势 指挥全国战争 负担重 压力大 容易在家里动气 是可以理解的呢 主席也只能在家里发发脾气 在书记处会议上 政治局会议上 他是头 副总责的 处理问题 任命干部要一碗水端平 有理有结 大家心悦成福 周恩来说 我们只有一个主席 一个领袖啊 全党经过了二十几年的血火奋斗 经过了陈独秀 瞿秋白 向中发 李立三 王明 秦邦县 张门天这些人的领导 都不行嘛 最后才找到了毛主席啊 包括你江青同志在内 我们都要服从自己的领袖 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是大道理 大道理要管小道理 你受了委屈 但你占的是小道理 是不是 山西有之民谣唱 夫妻吵架不计仇 白天吃的一锅饭 晚上枕的一个头 是不是 周恩来乐于充当毛江的和氏佬 他总是把江青劝顺了 才亲自陪着送回到毛的身边去 江青回到毛的身边 恢复为一人小鸟 施展床子欢愉之时 自然会把他周恩来的话 学舍给毛主席听的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 周恩来也是喜欢江青 欣赏江青的 江青原名李济 自云鹤 一鸣蓝屏 江青一鸣则是毛泽东封赐的 1938年春天 23岁的蓝屏从上海投奔延安 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员 他不但身材高挑 面貌娇好 气度高雅 而且多才多艺 上海电影明星不说 还擅长表演话剧 清唱京剧 平剧 拉的一首好二胡 京胡 写的一首好迎头小凯 做的一首好女工 也会烧几道山东菜 上海菜 当然也是个情种 须与少不得爱情雨露的滋润 到延安之前 公开的婚姻或同居关系已有过四次 作为一名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女性 蓝屏堪称为全才了 尤其在当时延安的大群土头土脑的红军黄脸婆中 更显得鹤立鸡群光彩照人 芙蓉出水 娇艳欲滴 有多少男人倾心爱慕 便有多少女人切齿嫉妒 蓝屏在延安的第一个恋人是鲁易的训育长徐一新 稀乎徐一新很快被从武汉来的 比他更年轻更鲜亮的孙维氏所夺 逼得他上杨家岭 勾引上了党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有家有事 妻子贺子珍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女英雄 去了莫斯科治病 蓝屏就承虚而入 钻了毛主席窑洞 毛主席是大英雄 什么样的女人玩不得 偏偏轮到你个上海贪来的资产阶级臭明星 烂女子去上床 把梅毒花柳传给了毛主席咋办 刚从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 延安的工农红军干部 战士们的阶级义愤 憎恨是可想而知了 便是伟大的毛主席跟蓝屏的野猫偷食 也必须夜入尘初 不便暴露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的 红军干部战士只差没有进窑洞区捉肩 当然是捉蓝屏了 延安的早春滴水成冰 冷得出奇 一天清晨 有人亲眼看到 两个警卫战士在毛主席摇洞门口的坡道上泼水 很快造成一道冰坡 天刚蒙蒙亮 蓝屏裹着大衣从毛主席的摇洞里 溯完夜 悄悄推门出来 一踏上冰坡 就哀咬一声 跌了个嘴啃泥 毛泽东在室内听到响动 盲问 什么事 蓝屏眼泪寒寒爬出冰坡 什么话也没敢说 快步走人 毛主席也没有挺身而出 训斥警卫战士的恶作剧 只是觉得警卫战士资格太老 都是江西苏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 应当撤换成陕北当地苦大仇深的红小鬼 几天之后 蓝屏患了感冒 去杨家岭种植机关的医务所看病领药 也受到医生护士的公开羞辱 哟 你叫江青 怎么改名了 不叫蓝屏了 封号都有了 发低烧 不想吃东西 是不是怀上了 究竟是谁的肿呀 一个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现代女性 在延安却遭遇到了农民革命者们 根深底固的封建道统 新式农民革命走着封建主义的老路 外来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个代名词 不久 周恩来从陪都重庆回到延安参加党中央会议 认识了江青 并听闻了有关他的种种幸灾乐祸的传闻 卢艺院长周扬倒是替自己的下属抱不平 认为有太多的同志们对男女私情兴趣过大 是一种不健康的风气 革命队伍本身反封建 任重道远 周恩来赞赏周扬的看法 也生出来对江青的同情和怜爱 他决心站出来支持江青和毛泽东同志之间 正常的同志式的男女关系 延安地处偏僻 民风淳朴 但思想守旧 过去是做土为 必须开心风 树心俗 他建议中职机关领头举办舞会 大家都来学跳交易舞 推行真正的男女平等 一风一俗 周恩来的提议 得到了毛泽东 张文天 王明 秦邦县 朱德 王家祥等人的一致赞同 认为既可活动筋骨 锻炼身体 是一种健康的休息方式 又可融洽上下级关系 增进同志间的交流 友谊 可以想见 周副主席的理解 同情 以及在延安畅行跳交易舞 对江青来说是何等的及时 何等的重要了 而且周恩来对他本人 也公开提携呵护 一天 周恩来受邀去杨家领 中央党校演讲 请江青骑马同行 那时 他们身后尚无大批卫士随从 那时 江青刚取得中央政治局的 约法三章 被允许跟毛泽东同志同居 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 但不得过问党内政治 江青也刚学会骑马 他的做旗是彭德怀副总司令 送的一批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 彭德怀从激烈反对毛江 乱搞男女关系 到送给江青做旗 当然是个很大的转变 彭德怀曾经说过最刺耳的话是 我们在前方打日本强盗 老毛在延安偷鸡摸狗 正如战斗在进察纪 抗日根据地的贺龙将军 也曾经激烈反对毛江关系 后来常常派人奉送黄河鲤 给江青同志实用一样 人和人总是要相互转换关系的 那天江青为了在周副主席面前 表现一下自己的棋术 刚扬边跃马 码头却向周副主席的座棋 撞了过去 周副主席的座棋受惊 前蹄腾空 周副主席落地 跌断了右臂 周副主席忍着钻心的疼痛爬起来 第一句话竟是 蓝萍 今天的事 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包括对主席也不要提起 我只说是自己不小心落马 否则你在延安会受到更多的指责 更显孤立 江青感动的拥抱了一下周副主席 流出了真挚的热泪 对于这段公案 双方都信守了诺言 江青瞒住了毛泽东 周恩来瞒住了邓颖超 直至21年之后的1967年夏季 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高潮中 深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其以富贵大权在握的江青 要抓周恩来投敌便捷叛徒问题 周恩来才对糟糠之妻邓颖超 说出了这段自己为何摔断了右臂的隐情 周恩来寒心的说 江青是知恩不报 而且要恩将仇报了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 江青是唯一跟随毛州人路的中央前委 转战陕北的中央领导人的妻子 背偿了战火雨雪生死考验 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五位秘书 陈伯达 诗哲 胡乔木 田家英 江青 陈胡田为政治秘书 诗哲为俄文秘书 江青为生活秘书 专责毛的吃喝拉撒 陕北转战一年 兼任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和政委的周恩来 看在眼里 江青表现很好 步行骑马 爬山越岭 风雨里 战火里 江青带着女儿李乐 跟大家一起咬紧牙关 经受住了考验 每到驻地歇下 江青除了照料毛泽东的吃住 还主动帮警卫战士补衣裤鞋袜袜 他带有一把理发剪子 负责给毛泽东理发 也给警卫战士们理发 以及教李论的保姆织毛衣做针线活 以及教警卫班的战士们认字 学文化 那时的江青 既不像1939年前后 也不像后来的文革前后 没有人骂他戏子 臭明星 会惹事 爱作假 他确是中央直属支队里的一名成员 周恩来多次在支队党的会议上 表扬江青是为顽强的女战士 出色的女同志 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河北省西百坡 铸毙了整一年 毛泽东经常对江青发火 大骂过江青三次 江青找敬爱的州副主席大哭过三回 头一次是1948年夏季 全军开展三亿三查运动 边作战边整修边运动边扩充 意封建苦民族苦家庭苦 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 这是毛泽东下令推广西北野战军 彭德怀司令员的军队工作经验 隶属于中央直属之队的江青也不例外 中央社会情报部 查出他在上海当女明星期间 跟许多男人同居鬼混 被捕过 如何出狱 是否自首过 是否当过叛徒 那时江青是个小人物 敌尾报纸上没有刊登过名字和资料 只有江青本人才能交代清楚 江青在党的审查小组面前好狼狈啊 晚上睡到床上向老板哭诉 请老板替他说说话 让他过关 毛泽东大为光火 住嘴 我是党主席 我怎么能替你在上海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打掩护 你到底和多少男人上过床 也从来没有对我交代过 我看你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毛泽东对江青的厌恶 甚至对自己的卫士也不相瞒 没想到他的历史这么复杂 不干净 看来跟他的婚姻是草率了 现在想和他分手 又要顾到政治影响 还有什么领导人的形象 有说江青一度想到自杀 反正他怎么改造 怎么跟着部队行军吃苦耐劳 跟警卫战士打成一片 也不算工农化 也无法摆脱过去的历史 但又有说江青外表柔弱温顺 内里却是钢铁公司 他怎么都能活下去 而绝不会轻生 每当他痛苦无助之时 他就会躲进树林里 小河边去拉他的二湖 拉他拿手的江河水 并中淫 汉宫秋月 那忧怨愤闷的琴声 能使溪水哽咽 山风引气 他找到周副主席 哭诉自己在三亿三茶运动中 受到的委屈 以及老板对他的恶言训斥 周副主席挥了挥那只 因他而永远端在了 右腹上部的右臂 安慰他 你不就三十年代初 在上海的那点子事 查出来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就好 就是要中证据吗 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不是追求革命 追求进步 追求光明 你一个上海女明星 会去投奔延安吗 延安物质条件那样差 那样艰苦 你投奔延安这行动的本身 不就为你做了最好的证明 不要紧张 放轻松些 你是党员 当然要参加运动 接受审查 你是主席的妻子 主席当然要讲原则 不好替你出面说什么 我可以出面 替你找有关的同志 招呼一声 是李克农同志他们 还是中组部 放心回去 照顾好主席的起居生活 才是组织上交给你的重任 靠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爱 江青在三亿三查运动中过了关 他的历史嫌疑问题不了了之 不再有人问津 毛泽东也少了件烦心事 恩来同志还是很会办事 很能办事的 此后 江青美丰政治运动就反感 就躲避 就请假外出养病 由于老板不尊重他 常当着卫士医生护士训斥他 贺骂他 连带这些服务人员 也都敢于议论他 看不起他 他出去养病 就议论他又外出躲风逃避运动去了 50年代在中南海 他还为这事跟毛的卫士长大吵过一场 在西柏坡村 江青第二次被毛泽东怒骂 是为了女儿李那的保姆 保姆是个解放区穷苦人家的女子 18岁 童养兮出身 在老板身边兼做些杂物 江青看出来老板喜欢这个模样 清秀 见男人就脸红的乡下女子 经常手把手的教他学认字 写字 他何谓是不在身边时 老板还搂搂抱抱的 那妮子也不躲闪 任老板把玩 还哼哼唧唧的喊亲大的 江青发现过几次 也没有去闯破 他也眼看着就快40岁了 十几岁从山东老家诸城到济南 到青岛 从青岛到上海 从上海到延安 从延安到西柏坡 也是小半个中国了 什么样的世事 什么样的男人没有经见过 老板是个花心汉子呢 见了年轻漂亮的女人 就眼睛都贼亮呢 身体又壮 食欲性欲都很强 像这个年轻的乡下保姆 老板要玩玩就玩玩 只要不对自己的家庭构成威胁 但另一类女子 年轻美貌 有知识 有文化 又有风度的 她就不能不小心提防了 万不得已时 她也会撕破脸皮 鱼死还网破呢 38年年底那次 要不是她挺着个肚子 闯进中央政治局会议 哭泣着 轻拍着肚子里的 那个老板的果子 及第二年出生的女儿李那 还逃不来政治局的约法三章呢 老板也是爱着约法三章的面子 才宣布跟她结合的呢 因老板宠着小保姆 江青对小保姆也赔着小心 但毕竟心里不舒服 吃了个苍蝇似的 一次小保姆给老板补裤子 那针脚长的又 哪像个女人干的活迹 江青忍不住把裤子拿了过来 批评说 连针线活都不会 你还穷苦出身呢 你这哪里是打的补丁 只怕打的木匠的马丁呢 两个卫士也在旁帮枪 嘻哈取笑 幸灾乐祸 小保姆修得无地自容 哇的一声哭了 你们欺负人 你们欺负人 毛泽东在书房里看文件 听到了小保姆的哭声 便夺步出来问 怎么回事 谁欺负了你 小保姆哭得更凶了 边哭边报告 江青同志取笑俺 说俺贫苦出身 不会针线活 打补丁的针脚像木匠的马丁 毛泽东刷的一下脸都清了 瞪远眼睛 指着江青吼道 蓝平 你听清楚 在我这里工作的卫士保姆 都是组织上派来的革命同志 不是你的佣人 奴仆 他出身苦 从小给人当童养席 砍柴打草放猪 当然不会什么女工 你不是嘲笑他打的补丁是马丁吗 我就是喜欢他打的马丁 你蓝平不是还会绣花吗 雕虫小技 又有什么了不起 今后你若不尊重他们 你就给我滚 明天开党小组生活会 你先做检查 再讨论给你处分 吼吧 毛泽东拉起年轻保姆的手 进了书房 摔上门 这回轮到江青含了两泡泪水 还不敢冲着书房门回上一声 你就护他的短吧 只要你不把他的肚皮弄大 两名卫士呢 早溜得不见了魂 江青一肚子苦水 还面临着明天的党小组生活会 要当着全体卫士厨师 司机以及保姆的面 做检讨认错误 像那明明是勾引了他男人的小保姆 道歉赔不适 还要接受党纪处分 这是哪门子理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偷偷哭了半嗓 不知道怎么过明天那尴尬的一关 他忽然想到 邓大姐不是从 进察记军区医院来到了西百坡 看看人家周副主席 对自己的妻子是何等的关怀 周副主席不是圣人 也有相好的 但毕竟尊重邓大姐 爱护邓大姐 拿像老板这样 又好色又粗暴专横 典型的大男人主义作风 江青来到周副主席住处 看望了邓大姐 连带着诉说自己不平的心取 周邓默默的听着 脸上充满了理解和同情 有一句话 周恩来不便说出 主席对待女同志的品位 不是很高 总是积不择实吗 这回是邓大姐 从正面反面侧面各个角度 来阐述夫妇之道 育夫之术 小不忍乱大谋 忍得一时气 免却百日忧 丈夫终归是自己的丈夫 那些花花草草算得了什么 我对恩来就这么着 再怎么着 我也是你老婆 周恩来则主动提出 由他去找中职党委 第一支部第一党小组说说 小组长是小黎对不对 他原来是我的卫士 从我这边调过去的 主席本人是不会有时间参加党小组生活会的 这几天淮海战场打得正热闹 我军势如破竹 书记处连夜开会 许多紧急情况等着处理 邓颖超大姐拉着江青去擦干净眼睛 洗脸匀脸 江青细皮嫩肉 明眸好齿 还是个美人 主席也总是不知足 得拢忘蜀呀 之后由周恩来邓颖超陪着 送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 当着周邓的面 毛泽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嘱咐江青泡茶 摆红枣 花生 饰饼 还对邓颖超开玩笑 小超啊 你一年多没有陪过恩来了吧 让恩来打光棍 晚上不好熬咯 他只好拼命工作 想给他派个护士 又怕你提抗议 呵呵呵 恩来讲你还要去上海聊病 对对对 主要是去陪住孙夫人 莫叫他的两个妹妹妹夫 把他接到台湾 或是弄到美国去了 那就对我们成立新国家 新政府大大不利 江青在西百坡村 第三次遭毛泽东喝骂 是为了吃红烧肉的事 江青是为懂得助盐保养 讲究饮食养生的人 他饮食偏好清淡 小盘小碟 爱吃蔬菜水果 肉类以鲜鱼为主 贺龙在晋茶济边区 叶荣珍在北平附近 经常送来黄河鲤鱼 鲫鱼 白洋店青鱼 胖头鱼 毛泽东则嗜好香辣心裂 炒菜必用猪油 也是湖南乡下人的习惯 认为吃猪油亮眼睛 吃菜籽油则会使眼睛发污起雾 猪油腊长 肥肥瘦瘦 他常年不断 百吃不厌 他还有个规矩 每逢前方打了胜仗 来了捷报 必定嘱咐厨师 给他做一碗红烧猪肉 炖得肥肥烂烂的 以示庆祝 他相信吃肥肉能补脑子 他之所以聪明过人 智慧无穷 就是因为自小好吃肥肉 江青作为他的生活秘书 实在是出于对他健康的关系 不愿眼见着他肚皮日益秃挺 身体日益肥瘦了下去 而悄悄要求厨房师傅 减少猪油用量 肥肉尽量少做 厨师卫士也都一致同意 这天淮海战场传来大劫 邓小平陈毅指挥下的二野三野 全揭了国民党的八十万大军 这就是说 讲委员长已经把他最大的一笔战略老本赔上了 不可能在长江沿岸再组织起像样的战役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已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指日可待的了 毛泽东高兴了 特地叫来卫士长 小黎通知厨房 今儿晚上加餐 加一碗红烧肉 肥一点 卫士长当面答应 转过身来去坐南 去请示江青 江青指示 多炒两叠瘦肉吧 量大一点 加上一尾清蒸胖头鱼 三样蔬菜也改用菜籽油 晚餐依旧是江青陪伴毛泽东 毛泽东很少准许自己十岁的女儿李诺上席 小孩子不得享受特造 毛泽东兴冲冲的在餐桌前坐下 江青坐在他的对面 一叠叠精心制作的青椒瘦肉片 豆豉肉丝上席了 清蒸胖头鱼也上席了 毛泽东没有等到他的红烧肥猪肉 他仿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历生贺来卫士长 我讲过的话为什么不做树 为什么不做红烧肉 卫士长和厨师很少见毛泽东为吃饭的事发这样大的火 一时手足无措又不敢回答 只一眼睛望望江青便赶快低下头去 毛泽东盯住江青问 蓝萍是不是你发了指示 江青心里发怵脸上陪笑 鼓起勇气说 老板肥肉吃多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吃肥肉是乡下农民的习惯 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 出汗多消耗大你不同 毛泽东桌子一拍站起身子 指着江青的鼻头 你住嘴我就是个湖南农民 我就爱吃农民的饭菜 我有农民的吃喝习惯 你不是说我喝汤嚼菜出响声不闻名吗 好从今日起 我不要跟你这个城里人一起吃饭了 我还看不起你这种五谷不分 四体不勤的城里人呢 骂罢 毛泽东一甩手回了书房 不吃了 罢餐 伟大的党主席罢餐 西柏坡村真要塌了天了 卫士厨师大小秘书们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了 解铃还得细铃人 他们都请求主席的生活秘书江青同志拿主意 江青当众受辱 好心得到恶报 也正有气 他不吃了 我也没有食欲了 相信你们也吃不下什么了 有什么办法 你们还是去把周副主席请来吧 人家周副主席快成他的大管家老妈子了 周恩来副主席正在接见几位从上海秘密来访的民主党派人士 转达南京政府的和谈意图的 听了卫士的报告立即终止了跟上海客人们的谈话 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立即召集江青卫士厨师开会 先表扬后批评 说大家爱护主席的身体 关心他的健康 你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党中央也是满意的 问题是对于主席长时间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 你们不能操之过急说改就改犯了左倾急性毛病吗 欲速则不达得讲究方式方法循序渐进吗 怎么可以主席说了话 你们有没有征求他本人的同意就擅自决定不做红烧肉了呢 不可以的 这也是一个尊重主席爱护主席的原则问题 当然你们工作的很辛苦 我不应过多的批评你们这些对党对领袖忠心耿耿的好同志 关键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 大家先说说怎么办 卫士厨师都苦恼的直抓头皮 江青更是没了主意 老板说今后不要和我一起吃饭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周恩来以和蔼的目光看下每个人一眼 才胸有成竹的说 我看这样吧 我先拿个初步方案 供你们做个参考 今后厨房里做两份饭菜 一份给主席的尊重主席的生活习惯 一份给江青同志的 照顾到江青同志的生活习惯 在革命队伍里还是要男女平等吧 你们看看怎么样 还有没有更周详一些的方案 没有了 就先这么实行吧 但每顿饭菜还是摆在一张桌上 东西相对 同时就餐 怎么样 周副主席处理问题 真叫绝了 江青破题为笑 朝周恩来拘一攻 卫士厨师也跟着向他拘攻 周恩来赶忙 一一来握握他们的手 边说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勤务员 今儿晚上这顿饭怎么办 就按我这方案重新做来了 多做一点 主席那里 我负责去请 我来陪吃一餐 对了 小黎 你去告诉李维汉同志 请他继续和上海的朋友们谈 我晚上再请几位老先生吃宵夜 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后 饭菜齐备 周恩来陪毛泽东说说笑笑走出书房 来到餐桌前 稀分两头 毛泽东这头红烧猪肉 梅菜扣肉 辣子香肠 酸辣汤 糙米饭 江青那头小盘小碟 精致素蛋 加上两个白面馍馍 一小只玉米面窝窝头 周恩来居中 两头的菜都用 江青为了表示和解 不时探过筷子 来毛的这头加去一片半片 毛泽东则正眼也不瞧江青的那头 井水不犯河水 自此 毛江夫妻二人只要在一起用餐 就遵从着周恩来设计下的这一就餐方式 直至五十年代末 毛江二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内分居为止 那时 毛泽东住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江青住丰泽园内光绪黄飞住过的静园